它这个角度是55 所以我这边可以用什么呢 绘图里面的弧 我知道起点、终点跟什么呢 角度 所以起中半 那画弧 起中角度 起中角度 那我知道 那起点应该在下面还是在上面呢 这一点还是这一点 下面 这边注意 因为它一定是逆时针的 逆时针的 所以逆时针方向的话 这个是起点 那终点在这里 角度的话给它 那一样拉一下 你也知道 甚至你不用 不需要说你要给它那个 甚至你这边可以调整 只是说这个要到55 比较麻烦一点 我直接输入55 Enter 就好了 那这样这个图形就画出来 就画出来 那这样来的话 我们顺便考考大家好了 这个地方可以把它Delete 假如这一条线 不用急坐标的话 不用急坐标 可不可以画得出来呢 也是一样嘛 跟刚刚一样 这边点一下 那这个线段 我不用急坐标 那我不用急坐标 我用刚刚的方式 我假设我不知道长度 对不对 我就给它一个小老鼠 跟前面有一体很类似 小老鼠 这边可以给它一个什么 小老鼠 长度的话 我给它假设100好了 跟刚刚那一体很像而已 有没有 小老鼠100 我先给它一个距离 角度的话 给它多少 103 Enter 103 对Enter 那这一条线也会画出来 有没有 只是比较长一点 一样的方式 有没有 小老鼠长度给它 对不对 再给它一个角度也可以 那除了103之外 刚刚 这个地方 假设这边过来 103 对不对 那如果这样绕过来呢 就360 减掉103 那如果你要负值的话 就是直接减掉 这边多少 200 257 所以你如果负257 也是一样 可以画出这一条线 所以这边的话 可以试试看 顺便复习一下 刚刚那 有没有那个切边 到那个角度 所以这边的话 你们试试看 把画面还给各位